艺术发展资讯委员会之前,就已经开始接受艺良发展资助的或第四楼申请,希望可以提升本地有潜质的艺团和艺术工作者的发展能力。 香港国际摄影节,在2010年开始隔年举办,这个全港最具规模的摄影节,除了摄影节的展览之外, 亦同时举行多项推动摄影文化的活动,并以促进香港的摄影艺术和文化为目标。 最直接的答复就是我们不需要受到商业赞助的制作。 我想你也知道摄影是很器材的,我们很自然没有这个艺能发展资助, 就是我们问人拿赞助,第一件事就是多数都会问器材商。 那器材商很简单就是,好像我说,例如我向一个相机A牌子去拿赞助, 第一件事说,你今次请来的那个大师是不是用我们的相机的? 这个很直接的。 这个其实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制作。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玩相机,玩摄影已经是全民街影了, 但是真正懂得摄影艺术的人真的不多, 他最多都是,偶然听到一两个只不过是日本的摄影家。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实力很好,摄影家都是很值得我们邀请过来香港做展览的。 那已经有了这些艺能发展之后的话,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了这个制作。 我们直接受益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折来的, 我们是两年一次。 那整天都是做完那个折之后呢, 在这个人力资源那里,就是有一个终点的时间。 那做完之后因为我们不够钱, 那还有我们的那些职员, 通常都是做完那个折之后呢, 就没有了的, 就会流失。 那又会缺乏了一个长期计划。 那有了这个资助计划, 基本上我们可以在人力资源那里, 其实, 事兵至今次, 由今年开始是一个重点要发展的, 就是那个人力资源发展。 因为我想人力资源发展了之后呢, 因为那些职员可以长时间, 久一点呢, 那就才可以给我们一连串, 就是可以远市一点的计划。 我今年的经验最困难的地方, 就是那个matching那里。 因为matching的情形就是, 它因为, 它好像是我们一元, 它只要两元, 但是我们基本上要一个, 最低消费的。 而这个最低消费, 其实有时候, 我们都觉得挺辛苦的。 例如, 300万里, 150多万。 那150多万,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。 那这个是有点辛苦的。 我觉得, 今年遭遇的问题, 就是在这里。